我们都听过《难登大雅之堂》这说法, 致面尚义诗, 进不了文雅高贵的场所, 用以比喻一些东西比, 文艺作品粗俗不文雅, 不被人看重,原来确实有, 雅之堂这个地方, 它位于四川丹陵, 雅,原是,诗经, 大类之一,诗大序, 说,雅者,正也, 言王正之所废兴, 正有小大,故有,小雅, 言,有,大雅,言, 大雅,当中的诗, 庄重典雅, 最述先王之得, 大雅后来也就成为高, 雅正,学识冤博的代名词, 比喻东汉班故,西都赴, 大雅宏达, 于之为群, 那摩大雅和成与不登大雅, 唐,有何关系呢? 北宋肖圣二年, 公元一千零九十五年, 著名文学, 王廷坚恩修, 臣宗实陆, 失实, 扁浮州别价, 铁州安, 此后, 辰转于铁州, 荣州, 眉州各地长达六年, 其姦王, 兼认为自己和道府遭遇类似, 占占理解诗圣道, 在两村, 葵峡舍的诗, 王廷坚认为那些诗具有, 诗, 大雅, 宏远雅正的传统特点, 希望能建立一个地, 晋黑道指美东西村及葵州诗, 使大雅之音久焰, 而福营三巴之意, 辰转这个想法被四川丹令明, 杨素得知, 并出之在丹令城南城见诗书堂, 北宋, 辅三年, 公元一千一百年, 诗书堂经过六年修建进宫, 杨素请, 亭坚为他提名, 王廷坚徽不写下, 大雅堂三大字, 赞写, 大雅堂记, 记下了杨素故乡兴建大雅堂的, 因, 经过, 结果和重大意义, 从对零星使了因别当, 金人对这座大雅堂的轮廓形成了一个大字印, 就是宋色庙堂斗拱建筑, 内外留金日彩, 围墙竹, 一里长, 内设六个大殿, 建堂为红墙碧雅, 三百多, 思碑陈列期间, 正殿门尾上, 黑着黄庭兼提自大, 唐明代宏自十年, 公元一千四百九十七年, 秦岸于史荣画旷建大, 唐, 增修大殿, 为道府, 黄庭兼掃杖贴金, 并黑碑己, 据说当时, 凡成矫过此者, 都要下而步行, 以示敬, 崇尚如雅的丹陵文峰也由此渐成, 大雅堂碎成, 丹陵八景之一, 据, 丹陵愿志, 记载, 明末清初, 大雅, 毁于战火, 然而丹丹令人对他十分怀念, 清代曾在, 境内多处, 重建大雅堂, 已继承大雅师封天龙年, 愿令宋慧需在城东风落山, 创办大雅书院经历, 年, 大雅堂明星深入民心, 成为典雅的象征, 兰登, 雅之堂也成了对不文雅艺术品的批评, 猴看, 语,